中国是世界第一风电大国 风电已经成为中国仅次于火电和水电的第三大主力电源 海上风电则是中国风电建设者大展身手的新领域 发展海上风电可以解决中国沿海省份的用电用能问题 也可以调整能源结构改善环境 本周终于记者曹玉走进广东省湛江外罗海上风电项目 带你感受中国海上风电的飞速发展 前不久世界上第一部国家级的海上风力发电厂设计标准 在中国发行出版 它是由中国能建广东院主编完成的 将在10月1号正式实施 这一标准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广东院还打造了中国第一个省级海上风电大数据中心 可以在这里看到广东省全部的海上风力发电厂规划 包括它的用海面积以及规划容量 不仅如此 这个数据中心还可以收集海上每一台风力发电机 实时传回来的数据 包括当时的温度 风力 风速 以及发电量 那么中国为何如此大力度的发展海上风力发电项目呢 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到这里去寻找答案 这里是湛江外罗海上风力发电项目 整个项目的装机总容量达到了200兆瓦 预计年发电量可以达到5亿千瓦时 平均每年可以节约煤炭17万吨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5万吨 整个项目从设计规划到装备的制造 再到最后的安装调试 全部由中国的工程师自主设计建造完成 这在中国还是第一次 工程师们告诉我 海上风力发电的发电量 可以是陆地风力发电的2到3倍 我们广东省的海上风力发电的发展规划 就是总体容量规划是6680万 我们这个外罗一起这个项目呢 第一批机组就九台已经投产了 预计到今年的年底 整个36台风机暗期投产 投产以后我们整个容量就是20万千瓦 大家看我身后的风机显得非常的小 但是它的立柱直径就达到了7米 需要十几个成年人才能环抱 而且它扇夜的长度达到了77米 这相当于一架波音747的长度 是不是很难想象三架飞机在上面旋转呢 而且大家现在看到它的旋转速度非常的慢 需要六七秒的时间才能旋转一圈 但是在扇夜夜间的位置 时速其实达到了280多公里每小时 这仅次于中国高铁的速度 十年前中国发展海上风电还需要向外国学习 但是中国工程师建设海上风电面临的问题 要复杂得多 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每年都要遭受台风的侵扰 12级台风过境时 所有风机都要面临巨大的冲击 那么外罗海上风电项目的这些风机是如何面对这一困难的呢 每年有5到7个台风光顾我们项目 我们通过与广东省海上风电大数据中心联网 对台风实施一个监控 通过远程操作使我们的机组 自动切换到一个防台的模式 比方说我们目前的这个液电处于一个平面状态 当台风来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液电把它立起来 这样使售货面积最小 总要达到这个阻力最小 实现一个抗台的目的 数据显示 2018年中国海上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了445万千瓦 正在建设当中的有647万千瓦 预计到2020年 中国海上风电建设规模将达到1000万千瓦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三大海上风电国家 正在向世界领先水平迈进 由近海向深渊海发展 风电厂及风电机组大型化 规模化集群开发和智能化水平的不断提高 通过不断的这个技术进步 促使建设成本进一步降低 中国东南沿海的风能储量有7.3亿千瓦 而且海上风电占地面积小 发展海上风电可以解决中国沿海城市用电问题 就近消化电力能源 还可以减少长距离大功率的电力输送工程 如今数百台海上风机 遍布中国东南沿海 平均每三天就有一台新的风机诞生